國立鳳凰骨鳥園日前邀請實驗雕刻大師洪聖淺老師 將他的作品展示在園區內 這次所展出的實驗都是以羅西石所雕刻而成 洪老師以石頭的形狀與顏色 雕刻出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作品 讓民眾贊不絕口 這次在鳳凰骨鳥園展覽 這次的酒材 是我差不多十五年來 慢慢地雷劑下來 因為這瓶子 你要找到好的酒材 並不是說要特殊的不太多 要讓民眾來到鳥園這裡 看到這款園頭前 對羅西石有另外一種特別的不一樣的時尊 所以我這回電視的時候注重它的材質 國立鳳凰骨鳥園結合自然美景 時常邀請許多藝術家展示作品 希望讓遊客到鳥園來 除了欣賞鳥類生態以及鳳凰山美景 也能夠欣賞藝文之美 帶動藝文比較心靈相和的一個效果 帶領我們群眾 能夠來到這裡之後 能夠澄清下來 欣賞這些藝術作品之外 藉著想像磨磨的過程當中 把自己的心靈稍微沉澱 那心靈一沉澱的話 可能它就會有更好的一個思考 或是對任何的衝動 它就會習慣能夠沉澱下來 那這樣可以減少社會的衝突 所以我們辦理這個主要的目的 洪老師的實驗作品 讓看過的民眾都覺得相當獨特 它自然形成的游刃有餘 什麼形狀 它就能夠這樣 能夠刻出它的特型 它的特色 那種要設計 要讀詩 要什麼 要那個構想 是很難的 我覺得他們跟石頭之間 應該有很好的感情 真的是心中自有形狀 所以各種各樣看了 都讓人叹為觀止 這次展出的時間 自11月30日為止 在8月份每個禮拜天 也開放讓民眾來體驗實驗雕刻 歡迎鄉親到鳳凰谷鳥園 來欣賞大事的作品 民意新聞鄭志維 陸谷採訪報導